大家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台 其实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啊 年龄层是越来越下降了 甚至有许多小朋友们呢 才这么一点点个子 就已经开始拿起高尔夫球棍了 所以今天的天下纵横台我们邀请到了许多国家选手们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国家选手人有哪些 那这一次很荣幸可以代表台湾带这些国家队的选手来美国参加以赛代训 那在王振松理事长很积极的推动六年振兴计划的这个项目当中 以赛代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让选手可以在国外或是各个地方增加国际的比赛经验 跟各国的好手同场竞技 那我们这次总共来了十位国家队的选手 那现场只有六位 因为其他四位都还在美国其他州征战 那希望他们在各州都会有很好的成绩 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台湾高尔辅球好手来美国参加比赛 那就像前市长有讲的那个样子说 希望台湾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那在国际上不管是PGA还是LPGA都可以发光发落 蛮喜欢加州的天气 因为都不会下雨 因为我本身非常讨厌下雨天 所以我很喜欢在这里打球的感觉 比赛的感想有什么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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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比赛颇有难度 因为 就是这里很多就是那种很厉害的选手 就是 你远看你不知道他很厉害 但是比赛打完就 看成绩表演就说 他怎么这么厉害 对 那你觉得 因为你年纪比较大 所以那你也看了其他人的运动 那你组的 你自己本身 整个 他会在自己吃到 比赛的地方的地方 最需要加 其实 技术层面大家都有一定的技术 剩下就是细节的部分 就是可能 遇到大赛年的心态 还有一些临场反应那些 跟球场适应度 这些就是算比较细节的地方 这些就是算比较细节的地方 对 就是多参加大比赛 累积就是比赛的经验 下一个大比赛 下一个大比赛 就是 当然是先顺利晋级前两天 然后 希望可以达进全十名 这是我第二次来美国 那这次的经验跟上次有点不同的就是 我上次是打十一到十二岁子 那我这次是三加十五到十八岁子 很明显的感受到竞争力是非常的不一样 有吸取到很多经验 那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我很高兴 这次今年暑假能来 美国一赛代训 那这次有很多 跟国外选手的比赛经验 我会把它 就是 把它变成我自己的骨气 然后以后在其他的国际栈能有更好的发挥 那我未来的规划是 在二十一岁的时候 在台湾转职业 那试试看能不能往亚群发展 那如果 顺利的话 应该也会来美国来发展 到最后的话 对 大家好 我是陈佑祖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美国 非常荣幸可以 以国手的身份来 来美国比赛代训的 参加比赛这样 然后第二次的想法 比第一次觉得来美国 可以学习到更多我想要的 例如 摄影子距离比较短 所以我可以增加我的准度 然后去提升 去降低我的成绩 然后提升我的技术 而不是一直要的去增加我的距离 对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美国以赛代训 我未来的目标 希望可以来美国读大学 以及来美国打PGA Tour 谢谢 这次很开心能够透过 中华高写的王正松理 市长的支持 来到美国以赛代训 可以跟更多国家的选手交流 然后我以后的目标就是 希望可以到美国来念大学 然后可以在学业跟球技并进的同时 能够在国际赛发光发热 为台湾争取一份成绩 谢谢大家 Gavin Rouse 所以其实你的队员跟你的组员 我觉得每一个都还蛮优秀 蛮厉害的 你自己觉得呢 他们都很棒 就这样就完了吗 都很棒 是因为他们在旁边听 所以你害怕 害怕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吗 怎么样 来到美国开始打了Golf之后 觉得在台湾练习 跟在美国出征 有什么样的不同数 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美国的球场的环境 还有一些种的草 这比较细节的地方 让角色会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美国的球场 它就属于比较快的 就是那种速度会比较快 台湾就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当然就是这个环境来讲 也是相对美国有好 不就要懂 你苏市长 这次在核桃市 您是做了地主之仪 让所有的台湾的选手们 可以来到核桃市 跟核桃市的高中做一场友谊赛是吗 是 怎么会想到跟高中做友谊赛 又这么的尽心尽力的来帮国家代表队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优秀的选手 他们都是选出来的 那我们核桃的高中的 他们也很优秀 所以让他们打一个友谊赛 我觉得是蛮好的 这是 这个叫交流嘛 学生跟学生之间交流 professional 这个国际选手 让他们互相一个交流 但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台湾来的选手 都是国家选出来的 所以我特别呢 也请了我们加州参议员 就是特别从我们加州首府飞下来 特别给他们每一个人颁奖 那我想那个最主要就是欢迎他们 然后鼓励他们 对 让他们了解 也跟他们感受一下 其实在加州 除了阳光非常美好之外 我们的人情味也是非常浓厚的 台湾人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 Gabriel 打了这么多场下来啊 您的选手表现如何 凭良心讲 凭良心讲 难言之隐吗 有好有坏 怎么说 我们先讲好的 好的 其实我觉得像 几场比赛就是在要抢资格的时候 那我看到有几位选手 其实他们在最后的 就是拼搏方面都其实韧性很强 那不管是加时或是加州 在他们打几栋 都是用全力下去拼搏 没有在 尽管距离比较短 或是有失忆 他们就是在最后一定都可以 拿下这个 就是机会 就是让我觉得 看到这些小朋友身上 一个蛮让人家就是钦佩的地方 其实他们都还蛮年轻的 对不对 都是几岁到几岁之间 最大的是20岁 对啊 其实都算是teams 对 可是韧性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 我觉得心态上 心态上有时候 尤其可能在处理球 或是最后再要抓一些 比较关键的分数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大赢 就是一下大家也就失去了分数 我觉得是蛮可惜 吃之好理 差之千里 如果多多比赛 就可以把慢慢的这个改正过来 对 希望 就是主要是比赛 就是那些临场的经验 跟那种同场竞技的氛围 是完全用钱是买不到的 市长 所以其实您很早就来到美国了嘛 那你也看过在美国 其实这高尔夫球这个运动 也越来越popular 那你觉得 其实台湾打高尔夫球的小孩 跟美国打高尔夫球的小孩 有最相同的地方 或是最不同的地方吗 我在台湾没有机会打高尔夫球 所以呢 我在想可能是 环境跟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 美国孩子 因为他们从小 比较open 比较开放 所以不管他们在打球的时候 他们比较会 百分之百就是放松 然后反正就是说 就打了 就打了 那可能我想这一次来这些国手 因为他们有这个文化的差异 加上时差的这个环境的差异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 不大能够像在台湾 打得那么自然或者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出国比赛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点点小小的 就是这个环境的问题 对对对对 其实所以为什么主场的优势很重要 可是其实高尔夫根本没有办法打主场 他二一个人打主场 高尔夫通常都是到别的场地去打 所以经验的累积是更为重要的 那当然这一次也非常欢迎我们的黄组长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市长 让我们这一次的高尔夫球的代表队 能够来到核桃市 与高尔夫球 尤其是核桃市高中的高尔夫球的选手们 一起来做切磋球技 最后有个问题要问两位的就是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以后想要进入高尔夫球界的选手们说的 不用一直看你的选手啊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蛮就是新手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给建议的话 我可能觉得说要想清楚吧 要想清楚 因为选手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 对真的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有讲到 就聊到说就是你要怎么样 从这么多的人群里面 变成Top 10或是就是冠军这样 very very competitive 市长您的建议呢 要打考还是不打考 我只是觉得一个小孩 不管你今天是你要打职业的也好 或者说你只是想说在读书这一段时间 要参加全世界的比赛 我觉得尽心尽力很重要 再来就是你要有这个热情 你这个passion 他们说你的talent count 但是你的effort count twice 就是说你有这个天分 但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永远不放弃 永远不放弃 不放弃就会成功 嗯 这句话说得非常对 再次谢谢Gabriel 再次谢谢我们的市长 我们这次的天下综合台呢 讲到了许许多多 有关于高尔夫国家代表队的事情 不过同时呢 也讲到了任性 当然也讲到了毅力 更讲到的就是努力 其实每个人的路都不太一样 人生的路也更不同 不过如果有毅力 有任性 再加上努力 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吧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